接下来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我在这个上面 撒了铁粉 它排出一个纹路 这个纹路可以帮我画出磁力线 请问你 你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可不可以看到大小 可不可以看到方向 还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如果我撒的是铁粉 你可以看到什么 能不能看到大小 能不能看到方向 还可以看到什么 想一下 你觉得呢 可不可以看到大小 可以 可不可以看到方向 点头啊 看不到方向 为什么看不到方向 请问你小铁粉 你看得出来谁人集的 谁人集的 那你知道N一纸到哪里吗 不晓得啊 那纹路就是纹路啊 你如果阿飞你没有写N1S 你知道是N1S还是S到N吗 你也不晓得啊 所以你看不出方向 可是你这个长相可以看得出来吗 那个磁力线的形状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它的大小 哦铁粉比较多的比较密的 磁力比较强 铁粉比较松的磁力比较弱 或者那个线 线比较密的磁力线嘛 磁力的密集程度代表磁场强弱嘛 哦 磁力线密集的磁场强 磁力线的磁场强 对不对 你就到处把这个 你可以看到吗 多看到一个方向 你可以把它到处把 就把那个点都可以连起来 所以形状看得到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磁阵的偏转 磁阵如果偏转比较多的 表示磁场比较强 磁力比较强 偏转少的 就表示磁场比较弱 然后这个有N级跟S级啊 刚刚讲过嘛 N级的磁力方向 N级的磁力方向就是磁场方向 那你就会知道说 我的方向向哪里 所以如果你摆磁针 这三个都可以看得到 OK 好 接着我们帮各位整理一下 刚才跟你说要背的事情 你要背的事情 要记好 后面要常常翻出来用的事情 来 磁力线的什么方向 就是磁场方向 刚刚讲什么方向 两个字 刚刚讲两个字 什么方向 大声可以吗 刚刚讲磁力线的什么方向 当然就是磁场方向 切线 那么磁场方向是哪一级的磁力方向 N级 就是哪一级指示的方向 N级 这个在后面两句是在定义什么叫做磁场方向 然后前面一句叫做用磁力线如何看出磁场方向 然后呢 当我讲过切线有向左切向右切那怎么切 我要这一句 磁力线的方向 在磁力线的外面从哪边到哪边 同名级相似 N级会被N排斥赶出去送出去 所以外面从哪边到哪边 外面从N到S 里面从S到N 这个叫做磁力线的方向 或者说磁场的方向 外面从N到S里面到S到N 这个后面也会用的大 然后呢 就这个 大小 大小 请问你 磁力线的什么代表磁场的强弱 刚刚讲过了 密集程度很好 那怎样代表我们的磁场比较强 怎样代表我们的磁场比较弱 比较密集的代表磁场比较强 比较速度代表磁场比较弱 还有我们讲过其他的重要性质 什么光滑的封闭曲线 彼此之间不会相交 这都是重点 所以要再次提醒你 重要 重要给我记好 这后面会一直搬出来用 后面一段时间要把它记好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可以吗 可以